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台北南区荣美教会游福原牧师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主题是 与主联合 罗马书六章五节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我们是与主联合的 与主联合不是一个观念 不是一个关系上而已 也不是一个宗教上面的信仰 或者一个选择 与主联合是实质 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和主基督当中的 我们在主里面承受了主所一切的祝福 他成就的一切都一样的临到我们的身上 因为我们是跟他联合在一起的 我们在主的边伤上与他联合 因他受边伤我们得医治 因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 是他代替了我们的边伤 他在受边伤的时候 每一次鞭子上面的勾勾就把他的皮肤和肉 从他的身体拨出来 让他流了许多的血 以至于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我们本应当受这样的边伤 如果我们没有与主联合 这边伤是应该打在我们身上的 但是因主与我们联合 他取代了我们的边伤 他为我们的边伤付了代价 使我们所有人事当中 一切所有重大的疾病 都得到了赦免 都得到了平安 因此 所有一切与主联合的人 都在边伤上被主所取代了 我们都得了医治了 我们也都得平安了 我们在主所受的羞辱上与主联合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大大的得罪了神 我们远离神 不认识他 弃绝他 乃至于我们应当受到羞辱 但是主耶稣与我们联合 他取代了我们的羞辱 他被吐唾沫 他被蒙眼 长嘴 他被敲头 他甚至被讥笑说 你不是神的儿子吗 你说预言啊 你是先知啊 你知道谁打你啊 你只要说出来 你就是证明你是神的儿子 甚至与耶稣同丁在十字架上的两个强盗 也气叫他 说你是神的儿子 你能救别人 你不能救自己吗 是的 我们的主为了我们受了这些的羞辱 这些羞辱原是加在我们身上的 但是因着我们在主里与主联合 主已经代替了我们受了这些的羞辱 所以现在所受到的羞辱 我们都可以弃绝 我们都可以拒绝他 并且我们把他交给主 因为主已经为我们承受了 我们不再受这些的羞辱 仇敌也不能再羞辱我们 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承受了 我们与主连合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上十字架为我们钉食 他的手被钉伤 他的脚被钉穿过 他的头戴着荆棘的冠冕 这代表我们手所犯的一切的罪 我们偷窃 我们杀害 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恶行 通通被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脚走偏差的道路 我们偏行几路 我们走自己的道路 我们背离神 我们背逆他 这样的一个弯曲的道路 主已经为我们钉了十字架 我们思想上面 我们犯罪得罪了神 荆棘的冠冕 钉在他的头上 荆棘和吉林 是递受咒诅之后的产物 代表一切的咒诅 都钉在主耶稣基督的头上了 所以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家庭 我们遗传咒诅疾病 都钉在主耶稣的身上 他为我们承受一切的咒诅 我们思想上面得罪了神 背逆他 一切的罪恶 也都钉在他的头上 代表思想上 也被他赦免了 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承受了这一切 因为他已经跟我们联合在一起 若不是与主联合 我们就必须要自己来承受 这些的钉伤 但是主已经为我们承受了这一切 我们在主的死亡上面 也与他联合的 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们都是应当被钉死的 我们应当每一个人都要尝死亡的代价 但是主代替我们 经历了这个死亡 主耶稣的死是完全的死 他被钉十字架 他流血 他被枪撤了他的肋旁 他完完全全的死亡 他完全的代替了我们 每一个人都是应当死的 因为我们的罪 使我们死 但是主用他的保血 用他的生命 取代了我们的死亡 我们与他在死亡上面也联合了 所以我们对着自己的肉体也死了 我们对着自己的野心也死了 我们对着自己的个人的老我 自我也都死了 当我们与主的死完全的联合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为自己而活 我们也不再承受我们的罪恶 因为罪恶也完全的被钉死了 感谢神 因着死我们可以有机会活 我们在与主联合的复活上面 也结合在一起了 当主耶稣第三天 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刻 他胜过了所有的阴间的权柄 死亡的权柄和罪恶的权柄 他带着我们一起复活了 如果我们没有跟他在死亡上 在罪恶上 在羞辱上 在鞭伤上与他联合 我们没有在复活上与他联合 我们就没有复活的生命 感谢神我们与主联合 一起得着复活的新生命 主耶稣是复活出熟的果子 当他复活的时候 他是第一个带着荣耀的身体复活的 当我们看到一大片的田 有一颗麦子复活了 我们知道所有的麦子都将长出来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跟主也必一同复活 我们不只在主的死亡上与他联合 我们不只在主的复活上与他联合 我们知道主现在复活 升天并且坐在天父宝座的右边 我们的地位也是在那里 我们与主一同坐在天上的宝座 要审判万民 审判天使 审判全世界 这是我们属灵的地位 因为我们是与主联合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神与主联合不是一个概念 不是一个关系而已 与主联合是一个生命的地位 我们的地位现在是同等耶稣 坐在天父的右边 掌管治理着全世界 所以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 都要知道自己的产业 我们在灵里面 真真实实地与主联合了 并且可以拿起复活的权柄 为你的生活 为你的婚姻 为你的家庭 为你的教会 为我们的职场 为我们的社会国家来祷告 我们可以来治理 我们可以来一起使用祷告的权柄 和属灵的权柄 治理我们的生命 这是神所赋予我们的复活的生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邀请你一起来经历这个复活的生命 只要我们与主联合 接受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 祂的鞭伤 祂的羞辱 祂的十字架 祂的死亡 以及祂的复活 和祂现在在宝座上的位置 都是与我们联合在一起的 让我们为着主所成就的这一切 来献上感谢 并且祷告 让我们生命紧紧的与主联合 将我们的主权完全交托给神 并且接受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让祂来带领我们的一生 我们为着与主联合 这样的一个生命 来向神祷告 亲爱的救主耶稣 谢谢祢为我们成就的这一切 祢为我们受鞭伤 使我们得医治 祢为我们受刑罚 使我们得平安 祢为我们受羞辱 使我们得荣耀 祢为我们被钉十字架 使我们的罪得到完全的赦免 祢为我们死 使我们可以为义而活 祢为我们复活了 我们有复活的权柄 能胜过疾病死亡和阴间的权势 并且祢坐在天父宝座的右边 带领我们使用神国度的权柄 来治理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可以祷告来征战得胜 我们献上感谢 我们是祢的儿女 我们与祢联合 与祢合一 并且带着祢的权柄 来带下神自己的国度 谢谢祢 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